一本书一观点 一本书一观点 嗨 大家好 我是Meta 欢迎来到一本书一观点的时间 那先跟大家 就是say sorry 因为今天太开心了 就是去狂欢 所以就拖到现在 才开始直播 也不知道现在有谁 会来听就是 Meta讲书 今天是深夜说书 时间 所以我就想说赶快跟大家分享 因为今天很开心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 这一本书 我看一下现在线上 差不多有十位朋友 那我就继续分享 请大家有心理准备 因为这本书 也是Meta的爱书 所以大概也是会讲个 半小时左右 好 那我现在开始分享之前 这本书之前 我先跟大家 就是讨论一下 因为今天就是有一些朋友 有跟我分享说 希望我之后可以分享 比如说像生活智慧 或者是管理成功 还是创业 或者是咖啡 还有日常生活绿能 这些资讯 那因为Meta有打算说 这一季的主题 已经有固定了 但是我这一季的直播录完之后 我会参考大家的 就是大家的提供的一些 就是希望我分享的内容 我都会参考 那所以说如果各位呢 就是想要听Meta直播的话 可以按追踪 只要是有追踪的朋友 就是都会直播 有直播的时候都会通知 那或者是说大家在听Meta直播的时候 有想到什么 或者是打招呼什么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就我都会看 好那 我现在先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本书 这一本书呢 就是 造就千万年收的勉强桌呢 做的是西山照眼 那这本书也是 我很喜欢的一本书 Hi Anthony Hi 方雨 Hello 我看到你们了 好我继续讲 大家如果说有任何就是 想要留言什么的 都欢迎继续留言 我继续讲 那这本书哦 因为它 其实我当初会买它 是因为它的 它的封面这一句话 就非常打动我的心 它说人要成长 就需要一个 可以思考的地方和时间 那所以因为 光是这一句话 我就非常感动 所以呢 我就决定了 买了这本书 那这本书 一样是我在三年前买的 那我实际上 照着这本书去做之后 我觉得还蛮有用的 就是跟大家分享 当然就是年收千万 都是大家努力的目标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 它这本书有一些道理 所以我想要跟各位分享 也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那不好意思哦 就是那个对 午夜长不好意思 因为今天就是去就是 大选之后太开心了 然后结果就是 party到太晚 不好意思我翻新一下 所以现在才开始直播 好 我赶快 我赶快开始分享这本书 躁动躁动 那 首先这本书一开始 它 一样 哦对对对 我先讲一下 就是这本书一样 就是有20个tips 然后我大概是 会花半个小时 就会跟各位分享 那就是大家就是 如果有任何idea呢 都可以就是 在留言啊 讨论这样子 我中途我就是都会看 好 那 首先这本书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 它说呢 一个人一定要有书桌 因为书桌呢 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 幸福的立场 力是就是力量 muscle的力 那 什么是立场呢 西田他指出 立场就是可以跨越组织 江界创造出来 让你的知识可以串联意义的时间跟空间 那我觉得这一句话好棒哦 因为我觉得有就是书桌 他说 诶 俊德谢谢 好 ok 那他这边呢 他就有提到 他说 人生就是一副自我成长的历史 不论是工作啊 兴趣或者是生活 他认为 就是西田这个作者 西山这个作者 他觉得说 人的成长是由生活兴趣学习 还有外在刺激所达成的 他有一句话说 他觉得 西山这个作者 他觉得说 人要成长 就是需要一个 可以思考的地方和时间 那所以他会觉得说 不管你在怎么忙 你一定要有一个专属你 你的书桌 那个书桌不用太豪华 可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专属你 让你可以思考的空间 这样对你的未来的生涯 发展或者是工作 才会有帮助 那还有就是说 他觉得 就是 在第三点 我帮大家整理的 这边提到 就是作者他有提到说 人会在自己所认识的人 的范围内成长 这也是他的信念 因为他觉得说 这也是我自己的感觉啦 因为我常常觉得说 你 我自己也是这样子 就是 对好可爱的帽子 就是那个 hello建勋哥 好我继续讲 因为呢 人 我们其实 最大的成长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喔 其实我们 会成长啊 常常都是从 我们周遭的人 所获得的 这有点类似社群的概念 那比如说我们 有时候可能遇到 我的好朋友 或者是说 听他讲了一句话 就会思考说 这个人的想法还蛮适合我的 那透过就是去听朋友 就是 或者是周遭的人 你去观察他做的事情 或者是 你听他的话 那有所启巴 自己就有所成长 所以有句话说 你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 你应该要先检查 你周遭都是什么样的人 我自己是觉得 真的是这样 如果说你今天 你没有机会跟人相识 你没有办法跟人建立关系 或者是你没有办法 从别人身上 获得刺激成长的人 你没有办法 拥有跳跃性的成长 呃 举个例来说 就是我自己真的是这么觉得 像我这几年啊 我的我有突发性的 就是还还蛮多成长的 我都很谢谢 是因为我周遭的朋友都非常厉害 然后让我有很多很多奇吧 所以在这边呢 真的是非常谢谢 呃 就是非常谢谢 我周遭所有的好朋友们 还有就是听我直播 现在深夜 陪我一起午夜场的直播好朋友们 谢谢你们让我更成长 选举之后呢 给各位拜个拜个 呃问个安 这样子 好我继续念哦 好 那还有就是说 西山他就有提到 他说 你必须要有一个 句点 来规划你的人脉 就是去规划与人的交流 西山这个作者 他有他提到 他说 如果当今天他跟一个 他觉得很有收获的朋友见面之后 他会马上寄出感谢信 而且他会对对方说 谢谢您当时跟我说了什么什么 真的非常谢谢您 这也许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 可是其实他说会改变你的方向 那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实我当初啊 我就是看到西山这个作者 他讲了这句话 然后我就开始有写感谢信的习惯 我不一定会每天写啦 但是我只要有时间 我就会写给我觉得很感谢的人 那事实上就是后来真的 发生很多很神奇的事情 对我非常有帮助 所以我很谢谢作者在这边分享说 他有些感谢信的习惯 哦 交易女 OK 好我赶快讲完 我赶快分享完 我就会去睡了 谢谢哦 好 所以呢 就是西山他这边 他就跟大家分享 他说 这边 现在已经到第四点了 多数年收入较高的人 在二三十岁的时候 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跟金钱 自我投资 那通常这样的人 他也一定会有 让自己专属思考的桌子 他也有提到他说 越早拥有属于自己价值观的人 就越能提升自己掌握 世界动向的解读力 然后进而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 与年收入 然后他有提到说 若你每天投入在工作上的热情和行动有所不同 所获得的社会评价 待遇年收入也会跟着改变 所以为了要提升自己的技能 为企业或者是回馈这个社会 你必须要清楚的看见你自己人生的蓝图 那你拥有就是说 专属于自己的空间 比如说就是拥有一个 专属于自己的桌子书桌 这会对自己特别有帮助 会加速提升你自己的成长 建立自己的工作观 那这是根据他调查的 那我自己观察也是 像我一些周遭的朋友 他们在年收入比较高的朋友 他们通常就是在二三十岁的时候 就是年轻的时候 他家的时候他常常还是会去投资自己 特别不论是工作技能 或是学习上的投资 这也是我自己个人观察 我觉得还蛮就是蛮中肯的地方 那在第五个tips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哦这边我觉得是重点 西山乐作者呢 我看了这本书之后 让我有一个很很 很 的idea 就是他说他有三个桌子 他书桌有三个桌子 那这三个桌子呢 他是怎么分的 其中一个桌子是放电脑 然后中间的桌子呢 是放随时净空的桌子 那旁边的等于说 旁边的桌子呢 是放资料整理 等于说有一些带处理的资料 他会放在这边 等于说由左到右是分别是 资料带整理的桌子 中间是净空的桌子 然后最右边呢 是就是放电脑的桌子 那一开始我看到这个 就是我看到西山他的书房 是这样放这三个桌子的时候 我觉得很神奇 所以那时候我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就开始实际上照他去做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分呢 他说中间随时清空的桌子 就是让他思考 等于说他到中间的这个位置呢 他就是习惯就是开始净空思考 跟规划未来的人生方向 那他左边的桌子就是放 他可能这个月或是这个礼拜 需要待整理的资料 等待处理的资料 那他右边的桌子就是习惯 就是放笔电 就是电脑 处理资讯 因为我以前的话 我没有就是 我没有就是那一种 就是我没有去 因为我自己以前啊 我没有就是没有这个观念 我因为我就觉得说书桌就书桌嘛 所以东西就是都 等于说就是等于说都杂乱在一起 可是我看了西山的这本书之后呢 我发现到说 哦原来我书桌可以分三个部分 那分三个区块 一个桌子就专门放等待处理的东西 那中间的部分呢就是 让我尽空让我思考的地方 或者是创作的地方 那右边呢就是我在上的 收集资料专用的区块 那很神奇的是 我照着西山这个作者 实际上开始这么做之后 我发现我思绪变得更清楚 我以前可能就是说在处理工作啊 或者是说生活上就是还蛮杂乱的 但是我透过西山他把书桌分成三个部分 就是一个是一个是净空的 那一个是放笔电插资料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放一些文书的资料带整理的部分 我发现这样对于我的工作 跟整理知识的能力大幅的提升 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一本书啊 我觉得一定就是你前面没听到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这一本书就是 我刚讲的那个部分就是说 书桌分成三部分的这个区块 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参考 一个部分就是思考 然后一部分是放一些带整理的文书资料 另外一部分就是放电脑插资料 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这本书 让我觉得最有获得灵感的地方 那实际上我实际操作也是 对我工作上最有帮助的地方 那在第六点呢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有提到他说你的书桌呢 一定要就是有便利贴 其实我觉得便利贴超好用 因为便利贴就是有时候我们常会突然有一些灵感 然后我就是会开始贴在那种墙壁上 就是或者是桌子上 比如说我可能一个专案 然后我就是超多idea 然后我就整个脑袋都快要爆炸 然后我就会开始把我想到一些想法什么 全部都提提提提提提 然后提完之后呢 就我就会开始思考说 这个区块是在哪一区哪一区哪一区 那你实际上就是整个创意发想之后 然后你把它做分类 我觉得这个对于工作上也是大有帮助 那七三这个作者他有提到 那还有就是他有提到说 他除了就是说有一个专门思考的书桌书房之外呢 他还有一个就是人生规划笔记 他会在每个月看他这个关于人生规划笔记 那他怎么去写这个笔记 就是他以15年为长期目标 然后再将区块分成一年三年五年十年15年 等于说就是他有一个长期的长期目标是15年 然后他这样子去做区隔 那这样的人生规划笔记他每个月会看一次 那其实我实际上就是说 我有照着这个也是就是我受了这本书的起发 实际上我真的就是后来我因为受到西山热作的起发 我开始写自己的人生规划的日记 那后来就是现在想想啊就是觉得还蛮真的还蛮有用的 其实今天你可能想做的事情很多 可是当你写下来之后 那你可能过一个月两个月你再看 你会发现当初可能你想的想做的事情有点变了 可是你后来你会发现说大方向其实是不变的 甚至你可能做更多做更好 但是你一定要把它写下来 会让你更清楚 被抓到没有睡 对因为就是今天庆祝party太晚 现在赶快把它念完嘛 好再来在第七点的时候呢 第七点的时候就是 其实西山他有提到 他说你要让自己的人脉啊 最好是可以在三年内达到300人 就是其实他当时西山这个作者 虽然没有提到社群的概念 可是我觉得他已经有那个sense了 那透过其实像在今天啊 如果我们透过一些social media 这个更容易达成 那我自己我也是很建议说 你一定要有专属于就是可以support你的社群 也就是智囊团 那他说呢 他自己就是将自己的人脉在三年内达到300人 那15年内呢达到2000人 为什么 因为透过就是跟不同的人来往呢 你会就是扩大 除了扩大自己的交友圈 这对于工作上也是会很有帮助 那其实我觉得像现在就是一些social media啊 就是社群社群软体什么都非常的发达 我觉得这是可以善用相辅相成的 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出社会之后人脉很重要嘛 那还有他这边他有提到 他说另外他个人也是觉得啦 他个人也是觉得说并不一定要买房 他就举个例来说西山这他跟他朋友的生活方式就是 他在东京跟在东京乡下有租房子 但是他们没有买房子 那他们可能就是平常的时候是住东京市区 那假日的时候就是转换心情 住在伊豆东京郊区 因为他说呢就是透过不同的环境 因为其实东京的乡下还蛮郊区的 并没有那么热闹 那他说呢在截然不同的环境里 拥有一处可以调剂身心的空间 也可以当成是一个目标 所以他有提到分住桌地的一种生活方式 那我当时我是觉得西山这个作者 他其实已经有那种就是 就是像ARB&B的创办人的那种概念 因为ARB&B他其实创办人他也是 他没有房子 他又创了那个ARB&B这个网站 那他的理念就是说 诶我今天没有房子 但是我可以到处去睡别人家 用很便宜的价钱 我当时看到这个分住多地的 这一段文字 我是想到就是说 其实西山这个作者已经有类似ARB&B&B 这个概念 那在第八项呢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还有提到他说 即使在怎么忙 你绝对不可以忽略自我投资的钱 那还有就是说自我投资途的说学习之外 那你要去学会就是说一些投资的方式 比如说股票啊保险啊或者是基金这样子 那他说其实假日的时候呢 你有没有就是说 就像我前面几本书 都有提到共同点顶尖 就是我前面直播有提到那个顶尖人士的基本功 他有提到就是说要自我投资的重要性 那他说呢 你长期下来 你有投资的人 有投资学习在自己身上的人 会跟没有投资学习的人的差距会逐渐变大 那透过拥有就是一个学习的空间书房 那这个其实会加速就是说你更成长 再来呢就是就他其实他在里面他就西山就有提到他说他在书房里面通常都做什么 他说他在书桌之前他通常都会做四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就是上网搜集情报 因为他其实每一段时间都会有给自己研究一个主题 比如说这三年内他想要研究绿能 那他就是这几年他都会主力就是帮在收集这部分的情报 那再来第二项呢就是他会准备一些证照或者是工作需要的考试 第三点就是他会去读书阅读 第四点就是做工作相关的调查 那还有就是说西山他有提到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会准备一个 灵感的本子小本本 那他只要是有想到说就是比如说他在街上啊比如逛街 或者是说可能走太半突然有一个idea 通常我们一般人可能就会想说 嗯就就就这样就过 可是西山他不会 他会把他有idea的点子就是写在那个灵感本子上 那通常他会写的有这些事情 比如说就是他会写下突然想到事 或者是他会掌握街上的变化 甚至他还会分析他看到的广告 超认真的 还有他会确认就是或者是说他可能就是他也会三用时间 比如说看一下看一下时间表这样子 那还有就是说他说在书房里面啊如果真的看不下书也可以就是说看不下书的时候再去收发邮件 或者是看报章杂志的报道或者是准备时间表这样子 其实他有提到一个观点我很认同 他说今天呢你花八成的时间你做好归纳 就是等于说你把那个整个架构勾勒清楚 然后并且就是说规划出来 那其实你在实作的时候速度 不好意思 刚刚整个就掉下来 有没有吓到大家不好意思哦 好我继续讲完哦 他刚刚说就是如果说你今天你规划好了 那其实你实作的时间呢就不会那么的长 所以你有规划的话比较不会就是花那么多的时间在瞎嘛 好现在呢就是 还有就是他有提到西山有提到说 你可以每天在睡前的时候记录下三件你觉得发生很好的事情 那如果说我自己的我自己看到这一段我自己实作方式是 我不会我就是会回想就是说今天发生哪三件好事 那实际上就是时间一久啊 我发现自己的就是其实他会改变你的想法 那很多朋友他们会说我好像就是还蛮乐观的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有养成睡前 我会去感恩今天发生三件事情的习惯跟大家分享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做这样的事情 那还有呢在第14个tips呢 他有提到他说全神灌注是自我成长的引擎 如果说今天我们可以全神灌注在自己喜欢做事情上呢 我们可以透过兴趣也能够建立工作以外的人脉 扩大自己的世界而且跟各式各样的人切磋 又促使自己在成长 西山他有提到他说 你有充实自己你一定要去教别人要跟别人分享 因为呢你一个人这样学习 你没有办法去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也没有办法跟人跟人切磋互相成长 这样等于说这样的成长只是有限的 那这边我也要就是回忆一下 因为其实从Meta开始直播以来啊 就很多朋友都会问说 Meta你干嘛要就是这么累啊 干嘛要就是直播啊 每天做这个一日一书一观点 实际上我想要就是做分享了很久了 因为我很喜欢我是只要是有发现很有用的东西 我就是那种忍不住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人 那另外一点也是因为我想把跟西山这个作者很像 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学到东西了 我们一定要跟别人分享 这样子说有帮到别人 我们自己也进步很快 而且我觉得无私的知识型的分享 是双赢的分享 对彼此都有利 何乐不为了 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自己直播 也是跟作者一样有类似的心情哦 好那在第15个tips呢 快接近尾声哦 就是他有提到他说 除了就是你要有一个专注的 可以让自己就是规划人生的书桌 你也要呢就是最好啦 就是可以跟好朋友聚餐 或者是跟约你想见的人一起吃饭 为什么 因为其实呢 你在跟就是自己想要见面的朋友 那你们约吃饭 那其实就是说 这真的是一举两得 因为 嗯 因为变成他 里面他有提到 他说 某种这种 某种意义上的 这种行为是 我提供给你很珍贵的资源 因为我想要跟你拥有 美好的 美好的 就是没有敌意的关系 所以其实聚餐是 他有提到 他说聚餐是很快拉近 就是你跟朋友之间距离的一种方式 所以他其实他蛮厉害的 他说他通常会有 十个 就是十个口袋名单 就是他很适合他用餐的餐厅 然后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说他 而且他那时间餐厅都是他跟老板很熟的 所以就是 当你今天你带朋友去 你跟那个老板很熟的店 那当然老板也会重视你带来的客人 那当然你招待的那个朋友 他也会觉得他有受到重视 那这是我觉得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 我还没有办法做的地方 因为我 对吃了就比较不擅长 所以我就很佩服作者 他有做到这一点 而且这个作者 他就是西山他最厉害的是 他说他其实 除了那时间吃 他最爱的餐厅的名单啊 他其实实际上口袋也是有 四十间 常住的 就是常使用的餐厅清单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哇 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实在是无法想象 就是这本书里面 我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做到事 所以如果说有各位朋友呢 有做到的 就是有 常常就是有十个最爱的那种 口袋清单的餐厅 或者说手头就是随时都有四十个 可以去的餐厅的那种资料的话 拜托告诉我 你是怎么做到 因为我到目前为止 我都不知道怎么收集到的 好 那还有就是说 西山这个作者 他有提到一个观点 我个人就是也是还蛮认同的 他说如果今天这个朋友 他的朋友 或者是说一个事件 引发了不小争议 他觉得他不会去讨厌那个被批评的人 或者是被攻击的人 或者是今天引发的事件 为什么 因为他会觉得说 今天引发了不少 不小的议论 这不是很好吗 因为这个人 或者是这件事情 他有能力有办法 用就是用批判的 就是说吸引这样别人批判 但是他也吸引了注意 因为他个人他觉得说 能够以批判的眼光来吸收他人的调查 他觉得这才是捷径 当时我看到 当时我看到这一段话 我觉得非常的惊讶 对我而言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所以自此之后 我很谢谢我看了西山的这一段话 我永远不会说因为这个人 别人批判他怎样 那我就认定他是怎样的人 我会透过我自己的观察 而不会受到别人的外在的影响 所以我很谢谢西山 那时候写的这一段文字 让我有所启发 那还有呢 他还有提到 他说在二十岁的时候 为了自己的成长 最好多花心力在投资自己身上 可是你在三十几岁 或者是最好是在三十岁前 你最好就是要建立好 你有跨产业 跨公司的人脉 简单来说就是除了上班族之外 你最好还有一些创业家的朋友 或者是律师 医师 在各个领域佼佼佼者的人脉网 他会建议说 如果你今天你想要成功 你要有一个非常可以support你 然后能量很强的人脉网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很幸运 因为我们透过一些社群的力量 很快可以拥有这样的support 但是就是你要有用心去经营 我再说一次哦 西山作者他提到他说 你要在三十岁左右 你要能够建立起 拥有你自己的权利的人脉 简单来说就是除了 你在公司上所认识的人 还有包括医师 律师 学者 会计师等 就是专业领域关键人物的人脊网 因为你透过工作嘛 那还有就是说 你也要就是跟多面向的跟外部的人 而有所认识 因为这是为了自己的成长 那这一点我也还蛮认同的 因为有时候你认识不同领域的人 我这样讲好了 其实比如说像每个礼拜 我们认识一个不同领域的朋友 就是我在跨那个顶尖人士那一本也有提到 就是他说 你每个礼拜你认识一个新朋友 那他就是你只要在那个新朋友上面 你拥有一个新观点 那这样一年下来 你是不是就收集了50个新的idea 那是不是其实你的进步就是比 可能没有这么做的人进步的更多 而且常常有时候我们透过最快的学习 不是看书或者是不是一个人去学 而是跟别人就是互相切磋 然后激荡出来火花进步最快 那这个我也还蛮认同的 因为我自己感觉也是这样子 好最后咯 最后他说呢 再怎么就是爱学习爱投资自己 也要注意要运动 要就是让自己 他这边有提到的那个讲法 我很喜欢 他说你一定要拥有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气 气场 那你要怎么就是 通常成功的人气场都很顺畅 为什么 那你就是要保持 就是让你的气场在流动的状态 所以呢 我们可以就是藉由气的能量 在体内循环畅通 就可以逐渐提高身体的机能 还有就是改变自己的运气 那怎么做呢 他其实里面就有提到很多方式 那主要就是你要多运动 然后还有就是偶尔可以去泡澡啊 或者是说给人家按摩这样子 好 所以这本书呢 我最后再总结三个重点 我觉得自己很 就是获益良多 这本书三年前就是我开始实作 那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帮助了 三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 桌子要分三个部分 一个是上网查资料的 一个是中间进空 让自己思考城市用的 第三个呢 则是就是你旁边是Bug 这个礼拜 或者是这个月要整理的文书 文书处理的资料 好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说 他有提到说 准备一个人生规划日记 那你就是把你想要做的事情 全部写下来 然后去归类 那以15年为一个循环 你可以分成一年要做的 三年要做的 五年要做的 十五年要做的 那你一个月检查一次 那过没多久 你会发现说 哎 你有一个大方向出现 虽然可能想做的事会 有些地方会改变 但是你有主干是会不不变的 好 那第三个呢 西山作者他有提到 他说 最好呢 你要尽量的就是 拥有除了这个领域 或者是你们公司以外 多元的人脉 组成一个人脉网 也就是说 你要在 就是 你这个 你这个领域之外 然后你要跨领域的 就是拥有不同领域的朋友 人脉网 那最好是 300到2000多人 他说他自己是有达到2000多人 而且 这2000多人都是他频繁有互动 而且就是 呃 彼此非常对通 会对他 很好的人脉 对他的工作上 也有很好的帮助的朋友 那我觉得这都是 很厉害的地方 所以就这三点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桌子 第二个呢 就是 呃 人生规划笔记 那第三个呢 就是 2000个 2000个 support你的人脉 跟各位分享 好 就是 谢谢大家陪我到现在 感谢线上陪我的你们 非常爱你们 那今天就是非常开心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今天就是那个 选举之后 大家太开心 然后party到太晚 所以现在才这么晚直播 我反省一下 下次不会了 对不起 谢谢大家哦 下次再见 也希望你们今天 喜欢今天的那个 Meta一书一观点 诶 我现在先看一下 就是大家的 留言哦 好 诶 博昌 哈喽 Joanny 哈喽 好 好 好 还有还有其他朋友 就是诶 奶爸谢谢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好 那大家赶快去睡咯 祝大家有美好的星期天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喜欢阅读与实作分享的Meta 欢迎大家呢 在影片下方 多跟我留言互动 以及订阅小铃铛哦